也为昨天晚上的聚会献上感谢 也就纪念中毒公们昨天所摆上的 我们有很丰盛的晚餐 也有很多人出席 据童工讲昨天出席的人数有150人 这是相当多的一个人数的聚会 谢谢我们的童工 众亲姐妹在当中的摆上 不管是邀请朋友 还是预备昨天的晚餐 求主来使用昨天的聚会 让昨天能够出席我们当中的亲朋好友 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能够认识教会 也能够认识我们的信仰 当然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神 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改变生命的书 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过去美国的很有名的杂志 叫读者文章 曾经有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题目就叫 什么是伟大的书 What is great book 这篇文章就是叫这个名字 那它列举了 在这篇文章当中列举了 就是说评价一本书 是不是一个great 伟大的书 那总共有六条标准 那达到一条标准呢 就算一个很好的书 那这六条标准是什么呢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 那你看看 你过去读了这么多的书 哪种书是伟大的书 那它第一个标准就是 最能够广泛阅读的书 第二个标准是通俗的异动 不是卖弄学问的书 那第三标准是 何时何意的书 那第四个标准是 具有可读性的书 那第五个是 最能给人有意识的书 那最后一条是 以人生尚未解决的问题 为题材的书 那这六条标准 作者呢 在每一条标准后面 都列取了一两本 符合那一条的 所谓伟大的书 但是 至终作者没有给出一本书 是可以满足 所有六条标准的伟大的书 我相信它也没有办法 它也没有这种能力 可是当我们对于 圣经有了解以后 我们突然发现说 圣经可以符合这六条标准 它既是通俗易懂的书 也是广泛阅读的书 当然它不是卖那种学问的书 你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些句子 很少有形容词 各位有没有发现 都很平实 很通俗 前面 不管是名词前面 还是动词前面 很少有形容词或父词 很少有修诚词 它很通俗 很易懂 它也是合时合矣 也是可读性很高的书 有故事 有正年 有叙述 各种体材的 各种体材 都在圣经当中出现 那它也能够 最给人一尺的书 也是解决人生 尚未解决的问题的 这样一本书 所以只有圣经 能够符合 这样的标准 那过去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人来评价圣经 那其中比如说 英国的著名文学家 这个死的 这个 迪更斯 他说呢 圣经是 世界过去与将来 最好的一本书 那美国总统林肯 也这样评价圣经 他说 相信圣经是上帝 赐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 就连拿破隆 他也这样来评价圣经 他说圣经里有 无穷的宝藏 是胜过万书之书 那爱迪生 这个有名的科学家 他说 圣经是人类行为 最崇高的规范 是须遇不可离开的指南 等等 当然很多历史的名人 对圣经有很高的评价 那圣经的作者 又是如何来评价 圣经呢 那么今天就因一段经文 来看 其中有一位 圣经的作者保罗 他是怎么来看圣经 那刚才主席已经帮我们读了 那提摩太后书 三章15到17节 15 16 17 第三节 那我们透过这三节 短短的圣经 来看这个作者保罗 他是如何来评价圣经 他是如何来看待 神透过他所写出来的那些文字 那在这里 那在这里 我们透过三个方面来看 保罗来怎么评价 这本圣经 首先 圣经是帮助我们 能够得到圣命的一本书 那提摩太后书 三章15节这里说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可以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都在读书 读了真的是 可以说是无数本的书 不管是你专业的书 还是你娱乐的书 总之读了很多书 你看我们读政学方面的书 我们就知道国家是怎么运作的 那我过去是读法律的 读法律 那你就知道说 不管是你明事案件 还是经济案件 怎么来处理这些纠纷 是非对错等等 让你遵守的 你可以做的 不可以做的 都是在法律当中 可以给你规定 那如果你是读医学的 那你就知道怎么治 各种各样的疾病 那如果你是读电脑的 那你透过电脑的这个专业 你知道文字图像如何处理 总之每本书都有它自己的功能 那圣经呢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在什么地方 那我相信在这段经文 其实把圣经当中最主要的功用 谈得很清楚 很明白 在这里说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那当然这个你是指着提摩泰说的 那保罗写给提摩泰的一本书 两两卷书 一个是提摩泰前书 一个是提摩泰后书 所以这里的你是指提摩泰 那提摩泰是在他母亲和他祖母的 那这两个最亲的亲人 母亲和祖母 这两个都是姓主的 是在这两位姓主的女性的抚养下 成长起来的 那他从小是知道圣经 那当然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 因为那时候的新约圣经 还没有完全完成 还没有完成 那所以提摩泰他从小是很明白旧约圣经 但是如果你读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后书的话 你发现说两次保罗提到提摩泰是他亲爱的儿子 可是大家知道说 保罗根本就没有后代 那他怎么称提摩泰是他亲爱的儿子 两次提到 那我们知道说 原来提摩泰是在保罗的代理下 姓主的 那尽管他提摩泰从小明白旧约圣经 但是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耶稣呢 还没有提到 他是明白旧约的圣经 但他不一定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管他是在母亲和祖母的抚养下成长起来的 但是他对于旧约圣经和耶稣基督的联系 他可能不知道 他是在保罗的代理之下 他把旧约圣经跟耶稣基督联系起来 哦原来 耶稣就是那位旧约当中 一直上千年预言的那位旧事主 那位米赛亚 是在保罗的代理启发之下 那提摩泰才信了耶稣基督 归向了耶稣基督 最后也像保罗一样成为了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你看 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用两个字你来形容 圣经或者是旧约圣经 你会用什么样的两个字来形容呢 或者概括两个字 旧约圣经 或者整本圣经 你会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呢 智慧 智慧 还有吗 刚才谁记到旧约 可能你用不同的字来形容 或者描述 概括总结 新旧约圣经 那最常用的就是旧约两个字 特别是旧约 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 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 那其实就是一个旧属的历史 所以从旧约当中 你就很清楚地看 从亚当下巴堕落以后 神就开始旧属 是透过 你看在伊甸园里 就透过宰沙 不管是牛还是羊 用那个皮来给他们包裹 遮羞 那其实那就是一种旧属 那一直到把犹太人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拯救出来 其实都是一个旧属的历史 那这个旧属的历史 在旧约当中 其实也预言到说 将来有一位旧事主 有一位先知 这位先知 比摩西还要大 那这位先知 来拯救 以色列人 甚至拯救 全人类 那这是 提摩太从旧约当中 他所受到的教导 但是 到了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在耶稣那个时代 那就是 到底有没有僵尸呢 有没有来到 来到地上呢 可能当时的犹太人 不是可能 是当时的犹太人 仍然在等待 但是耶稣 已经 僵尸在地上 甚至在那个时候 已经被杀 已经 埋到地上 也已经复活生天 那 在这个时候 保罗来带领 提摩太 告诉他 旧约当中所预言的 那个比赛亚 那个旧事主 就是 已经 被杀 被埋 最后复活生天了 那名耶稣基督 所以 提摩太是在 保罗的带领之下 那从旧约 圣经当中的 这个 这个理解当中 进入到 他把 耶稣基督 跟旧约联系起来 原来 耶稣就是那位 我们等候上千年的 那位以赛亚 那位旧事主 所以 耶稣 是 圣经的 中心 在圣经里面讲 对法的中心 总结 就是耶稣基督 不管是旧约 还是新约 他的中心内容 就是耶稣基督 以及他所带来的 那个救赎 那个拯救 圣经 能给他 能使 因信 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 并不能够 拯救我们 而是圣经 所启示的 告诉我们的 耶稣基督 可以拯救我们 所以圣经 会给我 这样一个智慧 如果我们 不读圣经 不理解圣经的话 我们没有 这样的一个看见 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我们没有办法 来信靠 信靠耶稣基督 都是因为 我们透过圣经 来了解 这位耶稣基督 我们才知道 哦 原来 他就是 那位创造 宇宙万物的 那位真神 那位救赎 人生命 用非常奇妙 当然唱歌 唱诗 奇妙的救赎 他是用 牺牲自己的生命 成为 踢队羊 这样的方式 来拯救 而不是 千丘万马 羊枪羊炮 这样来解放 他是用 舍弃他自己的生命 这样一个 奇妙的 这样一个智慧 来拯救 堕落 灭亡 成本的 你和我 所以圣经 是要给我们 这样一个智慧 要给我们 这样一个生命 这是其他 所有人类当中 其他的书籍 没有办法给的 没有这样一个智慧 他是可以给我们 你可以 电脑的智慧 治病的智慧 法律的智慧 政治的智慧 各样的智慧 但是你没有办法 给我 这些书籍 没有办法 给我们 得救的智慧 只有圣经 他来启示 人类如何产生 万物如何产生 人类如何被造 以及人类的去向 人类的方向 包括人类的出路 在哪里 都是在圣经当中 所以圣经 它的中心 就是要告诉我们 人如何借着耶稣 能够得救 所以圣经当中 整定节气的宣告说 除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私下缘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圣经也清楚地启示说 神爱是 甚至将他的独生死 耶稣就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止灭亡 反得永生 很清楚 耶稣是圣经的重点 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我们读圣经 要读到这个内容 那我记得我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们有课程要求 我们必须在那一个学期当中 因为我们有一门课程 叫个人谈道 那我们的老师就要求 我们在那个quarter 必须至少向五个人来传福音 至于他接受不接受 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你必须主动 要向五个人来传福音 而且要写你的整个的这个谈道的这个过程 这个报告要交给老师 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 不管你是到商场 还是到公园 到哪里 都是带着一个熊爪的眼光 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我需要谈道的这个对象 所以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就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里去 那也是一个学校的一个小组活动 我们就到那里去祷告啊 然后弟兄姐妹分享 就在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 突然发现有一群人进到公园当中 我们每一个同班同学嘛 每个人的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 因为我们发现说谈道完成功课的机会来了 所以呢我们很快 我们就主动去接近他们 一听就知道是华容 一讲中文 所以我们很快 每个人 因为有七个同学 加一个老师 八个人 他们也十几个人 我们基本上每个人就找一个到两个人 我们很快就把他们拉到边上 就跟他们聊天 其中我拉着一个 他是来自于天津的 我就问他说 你到美国多长时间 他说 哎呀 已经到了 在这已经好几年了 我说 好几年了 你又没去过教会啊 他说去过好多次 最后我就不去了 我说 你为什么不去呢 他说 我每次去教会 你们的人都劝我要戒酒和戒烟 他说 我来到美国真的很无聊 我没有别的爱好 我的爱好就是抽根烟 喝口酒 可是我每一次去教会 你们的人都说 要戒酒也要戒烟 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 圣经的禁止 所以我就不去了 当时我一听之后呢 我说 我说 给你讲这些话的人 他们讲错了 圣经并没有这么明确的 让你戒酒和戒烟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告诉你 我就是神学院的学生 正在研究阅读圣经 我说你看刚才我那还有几个人都是神学院的学生 我说你看那个年纪大了 那是我们神学院的教授 是专门研究圣经的教授 他说那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不骗你 我说你回去查去 如果再有人说圣经当中明确禁止上那些禁烟的话呢 你让他把经文找出来 我说那我不能了解了解 结果那天我就告诉他 我圣经当中最主要的不是劝你为善 就像因为谈到说 所有宗教都是劝你为善 我说不是 我说尽管圣经是劝你为善 但是那不是圣经最主要的内容 我说圣经最主要的内容 是要让你得救将来进天堂 免得将来我们离开地上 进到我们永恒的痛苦的地狱当中 我说那是圣经当中的核心 我说那你不管叫进天堂也好 叫得救也好 有永生也好 都是一个意思 总之就是将来去一个最好的地方 荣永远远的 与那被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同在 那一天他跟我做了决志祷告 做完决志祷告以后呢 我说你还是去教会 因为他是在Sentino那里 我的教会很远 所以我没办法约他到我们教会 我就还是介绍他去他那个教会 他说他一定会去的 那之后也没再联系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去 但问题是 当我们像一个陌生人 还没有信徒的人传福音的时候 那你到底给他传什么 那抽烟酗酒对神经有害 人所共知 需要你用圣经去要求他吗 不需要 更何况他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他还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你用圣经去要求他 你是不是本末道者呢 是不是 圣经最主要的内容 你不讲 你讲一些次要的东西 看什么 对吧 我们劝酒劝烟 劝酗酒 不要酗酒 不要抽烟 那是你信主以后 信主以后 因为你的身体是上帝要使用的圣殿 你要爱护他 因为神要使用他 他对你的健康有害 圣经也说 你凡事都不行 但不一定都有益处嘛 你既然没有益处 你不要做 这是我们对于基督徒的一个劝定 对于基督徒生活改变 一个更新的一个要求 你不要拿这个 在要求那些不信主的人 同意吗 我相信 只要这个弟兄 他进到教会 他生命改变 更多追求的时候 他对神的旨意 更多了解的时候 我相信 他也会 劝酗酒 劝烟 就像本人一样 我也抽了十几年的烟 我也是 劝过无数次 但是没有戒掉 信主之后 慢慢就戒掉了 所以圣经当中 它是要让我们要有 通过圣经 我们要有得救的智慧 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得了这个永恒的生命 这个永远的生命之后 来靠着神的帮助 圣灵的能力 刚才十分远提到 神他可以扶持 他帮助我们 他帮助我们来做那个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帮助做我们那些特别难做的事情 不容易做的事情 来求神 来帮助我们 来做 所以圣经 他可以帮助我们 得到圣灵 透过耶稣基督 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来靠耶稣基督 来得那个永远的生命 来得救 圣经 有这样的智慧 其他所有的书籍 没有这样的智慧 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得救的智慧 那第二点 圣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新生命 得到生命是一回事 你的生命的提升 成生的过程 也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需要来学习 需要来操练 那在这里 十六节这里说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你教训 你督则 神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义 你看在这里提到说 圣经的来源 尽管圣经是透过 其中的一个保罗写的 但是保罗很清楚地知道说 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圣经尽管用了四十多位作者 来写成 但是最终圣经的作者是神 漠视的意思 就是神吹气成的 那圣经都是神所吹气吹的 或者是漠视的 神小语的 那你就知道说 圣经它的最终的来源是神 见是神 是作者 那神所说的话 一定是力尽在天 一定是大有能力 一定是有指导意义的 那他也 既然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他也有这样一个改变人生命的 一个能力 更新生命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在这里 保罗用了几个字 很有意思 他说 与教训 都则 神灰症 教的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训和都则 是指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一个 学习和改正 那教训是一个积极方面 都则是一个消极方面 积极方面就是说 圣经来教导我们正确的教义 就是说圣经到底在讲什么 重点讲什么 所以为什么 我们现在有一个圣经 叫基要真理班 那就是圣经最重要的一些真理 那是需要你通过学习圣经 来知道说 正面的 我们圣经当中最主要的一些 经历在哪里 教训 你看这样 万物是怎么来的 圣经亲自说明是上帝所创造的 特别是人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和上帝的样式所创造的 这是圣经启示的 正面的教导 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 是独一的 但是三位位格的是 三位一体的真神 这也是圣经所启示的 如果不符合三位一体 真神这样的教义的话 一定不对 圣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子耶稣是神 圣灵也是神 但我们信的不是三位神 而是一位神 独一的真神 这是圣经的教训 正面的教训 那我们将来 会不会复活呢 圣经教堂复活 将来耶稣会不会再来 会来 这都是圣经 正面的教训 那独则呢 从反面来 独则 甚至是责备那些 违反了这个正面教导的那些 异端也好 错误的领受也好 这是独则 比如说在教会当中 有人教导说 耶稣只不过是一个 大有神能力的人而已的话 这就是一个异端的教导 这个如果你听到了 我听到了 我们就一定要精准它 这叫独则 甚至要责任它 斥责它 如果它坚持不改的话 甚至要看它像外人 你知道 可以跟它不用往来 连吃饭都不许 这圣经讲 也就是说 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态度先 这些教训 正面的教训 我们不可以妥协 如果妥协了 就不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教训也好 独则也好 都是有关于教义的 信仰的核心内容 那神归正 教导人学义 是有益的 神归正也就是说 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是非 神会告诉你 清晰地告诉你 而且告诉你以后 它历经千年 它都不会改变 你看比如说 同性恋 神在圣经当中 旧约圣经 三千多年前 就已经很清楚地讲明说 同性恋是神所恨恶的 因为神恨恶这个罪 所以连索多玛 俄罗拉 这两个城市 它都从天降火 完全地毁灭 你就知道说 它对同性恋 是极为痛痛的 因为人与人 这个婚姻 神定规的就是一男一 当你男和男女和女的时候 就是违反了神的创造 所以这就是 使人归正式正面的教导 尽管现在很多国家 包括美国 同性恋 合法化 但是合法 并不等于合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基督徒 至少 你不需要 大张旗鼓地去 去跟这个法令对抗 以至于你被活 或者什么的 受决心 不一定 但是你自己至少 你的立场 这是错误的 同性恋是错误的 堕胎是错误的 等等 当别人问起 或者探讨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 其实先天告诉说 尽管是合法 但是上帝的心意 是正确反对 这是正面的使人归正 也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神在心理当中 清楚地告诉我 以前我们心里讲说 我心里嫉妒 心里恨别人 不伤大眼 不算什么 但是神却说 这是罪 心里恨人 跟杀人是一样的 所以昨天晚上 我师父在讲的时候 说这个罪呢 不是我们平常 所理解的 那个形式犯罪 要坐牢的 当然我们 圣经当中提到的罪 远远 当然是包括这种罪 但是远远高于大于这些罪 你让我们心思意念当中 那些不符合神的 神说那都是罪 都需要我们靠神来克服 来除掉 所以使人归正 那教导人学义 教导人学义 就是因为我们走偏了 我们要教导说 你这是错的 要回归 要改正 所以我们中国的回和改 真是非常的到位 是完全符合圣经当中 那个就是神对我们人的那个要求 说又要回又要改 这是其他语言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有这么丰富的内涵 我们要改 走错了一定要改 那这个改的标准 也是在圣经当中 比如说谎言 我们觉得说说谎 那是张口就来的 但是 这个神是非常痛恶 你看罗马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那里都提到 加拿大书也提到 好几次都是提到谎 说谎 做假见证 那都是神所痛恶的 那当我们过去这种习惯的时候 嫉妒的时候 征进的时候 说谎 做假见证的时候 这都是偏离了神的那个旨意 那个道路 需要我们来学义 是有益的 所以你看圣经 这个标准 因为人的标准常常在改 神的标准常常在改 但是神的标准 是一令在天 它不容许你改 一点一化都不可以改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是不容许谈恋爱的大学 不容许谈恋爱 那是人的标准 你要谈恋爱的话呢 不许入党 不许入 不许留北京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是国家分配 不许留北京 也不许你进公检法司这些部门 公安检察院 法院 司法局 公检法司 这些部门是国家不会封闭你进去 可是这些部门都是权力机构 可是曾几何时 现在学校里甚至鼓励你 那学生在学校的周围 租房子同居 学校根本就不管 人的标准常常在干 但是圣经的标准从来不来 所以圣经是我们基督徒 更新生命的一个权威 是一个标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这里讲到说十七节 说教属生的人 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看圣经也让我们行善事 但是 这个善事不是你得救的条件 是你信主以后 生命的彰显 是对上帝的感恩 是你生命的成长 是要你来按照神的心理来行善 但是这个条件是说 教属生的人得以完全 所以圣经帮助我们要活出那个生命 那个经文说叫属生的得有完全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的 所以这里的完全并不是说 让你成为一个perfect的人 这里的完全是说 让你精通 让你熟悉这个信仰 是让你装备 你的预备就是让你足够的装备 足够的训练 以至于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充分的准备之后 你可以来行善事 所以在过去的希腊的文学当中 用这个预备这个字的时候 他们都很清楚 预备是指什么 特别是那些要去出海的人 他们在出海之前一定要做预备 他们要预备足够的食物 足够的饮水 还有那些各样的工具 检查之后再可以出海 那他用这个字就是 要让我们基督徒也是 要有足够的装备 你再行善事 你看 否则我们行的那个善事呢 最终可能当时帮助了他 但最终却害了他 OK 这里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是得以完全 那你对基督教 我们的信仰 你了解以后你就知道说 我们跟其他宗教的根本的区别 是在于说 我们是靠恩典得救 不是靠行善积德得救 同意吗 所有其他宗教都说 你要行善积德才可以进天堂 进西方极乐世界 唯一有基督教说 我靠行为我根本不能 所以我只能靠上帝的赏赐 恩典和怜悯 所以这是根本的区别 可是 OK 尽管我们在得救方面 不讲行善积德 但是我们基督信仰对社会的贡献 却远远大于其他所有宗教的总和 其中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说 我们有一个靠山 我们有一个后台 我们有一个能力 我们有一个 那个老八很厉害 因为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 神上帝那个爱的激励 我们来行善 所以那是有动力的 是有能力的 其他宗教都是要靠自己 来行善积德 所以是很有限的 凭着自己的热情 来行善 那是不能够长久的 也不会彻底的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神 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背后有一个 比世界都大的那位神 我们靠着那位神 我们就可以来活出 不一样的生命来 那圣经可以帮助我们 来活出这样的生命 帮助我们来依靠那位神 那位智慧的源泉 那个能力的源泉 我们就可以能够活出 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经文提醒我们 要有足够的 充分的 熟练的装备 才可以 这个装备不光是圣经知识 神学常识的装备 更是你生命的装备 生命的装备 那有一次 有一个姐妹 教会来到新朋友 这个姐妹很热情 要帮助 结果帮助呢 因为那个姐妹呢 就是来到那个新朋友呢 是希望她的孩子 在丹文巴 进那个丹文巴 High School 那是整个洛杉矶 整个美国都 很好的一个学校 我们这个姐妹 说哎 有办法呀 有办法 你可以找一个朋友 我可以做一个假的 那个什么 那个地址啊 你就可以进那个学校了 请问这是有益的帮助吗 有益的帮助吗 我们在教会 很多地址姐妹 是很热情 要帮助 但是我们那个帮助 最终你到底是害她呢 还是对她有益处 你给她留下什么一个印象呢 所以难怪说 很多人说 哎 你信不信主 去教会 一样的 因为你基督徒跟我们 是是 在世界生活的时候 是 就是一个方式在生活嘛 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干嘛要信耶稣 我干嘛要去教会 那你这样的帮助 有没有益处 他如果是 可能他照着你的方式 孩子进了最好的学校 但是他对你 所信靠的这个耶稣 对你所在的教会 对你所阅读的圣经 会有正面的看法 还是负面的看法 所以圣经可以帮助我们 活出生命 在这里说 叫属生的人 要得以完备 要有充分的装备 这个装备是神学的 圣经的 因为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 你不能传异端去 更是生命的一个 不一样的流露 让人看出 你真是个基督徒 跟社会的这些人 不一样 这才能够吸引人 能够进到教会当中 来好奇 你所信的这个耶稣 到底是什么样的耶稣 所以圣经说 当别人问起我们 盼望的原因的时候 我们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虔的心 来回答个人 我们能够 以温柔敬虔的心 能够已经做好准备 来回答个人的 这样的疑问吗 在信仰的问题上 在他个人生活方面 我们能够给他很好的帮助吗 所以圣经 上帝的话 上帝是作者 他要借着这本书 要让我们得到生命 得到生命 也让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信仰以后 这个生命要成长 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要操练 那也要活出 要影响 透过我们的生命 既活出 也影响周围的生命 所以圣经呢 是有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不管你遇到 生活的问题 信仰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我们要在哪里 去寻找答案呢 是在那些心灵鸡汤当中 还是那个养生逆鸡当中呢 还是在所谓的人生哲理当中 去寻找 我们不需要在那些书籍当中寻找 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 圣经有本质上的 根本的 最终的答案 对于我们生活各个方面 都有它的指导作用 所以包括我们所有的弟弟姐妹 来科目 我知道很多的古兰 还有些学生 你有很多书要看 但是这本书 值得你天天看 值得你默想 也值得我们 花更多的时间 来背诵 一边背诵 一边来默想 体会神的话语 所以刚才 主席带我们宣教的经文 提到说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光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神的话一经发出 就带出能力 他的话比蜜还甘甜 得到神的话 就得到医治全身体的良药 这就是上帝的话 那你还要到哪里去寻找 那个最伟大的书呢 圣经 圣经是世界当中 唯一伟大 符合那六项标准的书籍 所以我们今天的图 需要来宝贵这本书 常常来学习 来默想 来背诵这本书 好 我们一起来打 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神的话语 主 你要赐给我们 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以至于得到永恒的生命 主 让我们通过圣经 有这样的智慧 也可以改变 更新我们的生命 甚至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 主 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 学习 领受主 你话语 这样一个心智 主 让我们 主 真的能够每天 主 都来到主 你自己的话语面前 来听主 你自己的声音 主 来了解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主 在教会当中 你自己的计划 主 在这个国度当中 甚至这个世界当中 主 你透过你的话语 所给我们的旨意 给的计划 主 让我们来 全身心的 主 来了解 来学习 主 你帮助我们 主 来保费主 你自己的话语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使用主 你自己的话 主 来开启我们 主 不光了解我们自己的信仰 更是 对照出你自己的话语 来改变 来更新 我们的生命 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宝贵的话语 谢谢你的怜悯 主 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weisen 基督的名求 这件事